大陸昨天宣布跟甘比亚复交的时间点 就在马英九访中美洲 以及总统当选人蔡英文520就任之前 因此各界有不同的解读 绿营列维指出 北京选在马总统出访期间跟甘比亚建交 是想给马总统活路外交跟外交秀兵政策难看 莱茵则认为这是北京对于总统当选人蔡英文的警告 要求她在520之前对两岸关系要清楚表态 中国大陸跟甘比亚的复交是一个警告 找来外交陆委官员排排坐 莱茵列委认为都是因为新政府的两岸关系说不清楚 但甘比亚和大陆复交我方究竟是不是被突袭 的情绪的压力 所以她非常需要外来的援助加以改善 台湾在非洲仅存三个友邦 盛多美普林西比被外界点名 可能是下一个和我方断交的国家 他的总统是比较对中国大陆有一点幻想 但是总理对台湾是非常坚定的支持 那在目前他的政治的体制上 是总理的权限比总统还大一点 外交部认为非洲友邦战无外交危机 但蓝营把矛头指向总统当选人蔡英文 迟迟不愿面对九二共事 她是在逼蔡英文表态 她一定会想如果等到520 这个她的就职演说之后 那会不会太慢了 对这样的发展比较担心的 就是一个果牌的一个效应 全部甘比亚和大陆现交新政法的回忆应 议题太敏感 身为范蒂冈爵士和骑士团成员 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不敢多说 虽然和教廷关系良好 但范蒂冈为了传教也向大陆示好 绿营立伟跳出来有不同解读 选择在马总统出访之际 宣布跟中国建交 那这个是很显然的是在打脸马总统 中共这个动作很清楚 但是要打脸马英九警告蔡英文 520也说中共是用各种方式 想要从里面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想这个压力正在行程当中 民进党中央也回应 希望两岸间在国际上 不要从事针对性竞争 绿营以两岸用语取代大陆和台湾 似乎默认不是国与国关系 但修正幅度北京恐怕认为不够 打出外交牌 要新政府提出更具体的两岸修正 又电TV 全域允许 为你之刚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刃